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今天凌晨3点24分 许多民众被地震惊醒之后 可能就没有办法安稳入睡了 因此就比原定时间提早离开被窝 或者是出门 当然就感受到清晨的凉意 那么台湾除了今天持续受到 东北季风的影响之外 菲律宾东方海面到太平洋 都有低压带是明显活跃 尤其是菲律宾东方的这个扰洞 当它通过吕宋岛之后 就会为台湾带来一些水汽 因此预测明天开始 在迎风面的地区又有机会下雨了 而且雨势会稍微增加一点点 包括了北海岸地区 宜兰到花莲 另外东南部的沿海 在这两天风浪也会增强 特别是比较颜色深的这一块 台东 蓝雨 绿岛到恒春半岛 容易发生长浪 像是台东今天就曾经观测到 3.1公尺的浪高 而今天东北风也是明显偏强 所以在东南部之外 包括了桃园到嘉义的这些地区 空旷地区以及金门澎湖 都容易有9到11级的强震风 因此在这个图片上 属于黄色标注的地方 如果有海边活动的话 就要注意安全了 明天早晚还是偏凉 低温大约在20度上下 而到了白天 桃园以北到 基隆北海岸会有短暂雨 而东北部到宜兰这个地方 下雨时间会比较长 气温则落在21到24度 至于东部的花莲到台东 明天也是有短暂雨 气温落在22到28度 那么新竹以南到嘉义 包括了南投 明天是多云到晴 气温21到32度 至于台南 高雄以及屏东 也是多云到晴 气温22到32度 来看到外岛的马祖多云 气温20到24度 金门澎湖则是21到28度 生活follow me 小丁尼要告诉您 南部在明天白温高温 虽然可能还是超过30度 但是日夜温差有10度左右 因此秋天保暖的外套 还是要被则 而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 各地白天的温度 都有小幅度的提升 不过在迎风面的东部地区 水气会带来短暂雨 至于菲律宾东方海面的 热带扰动会往西移动 使得东南部沿海空旷地区 容易吹起强阵风 也会有较大的风浪 一定要特别留意 空气品质方面风速变强 台中以南以及金门是普通等级 苗栗以北东部地区 以及澎湖马祖 空气则是良好等级